我們繼續看到三十七月 看到中間這裡 一二三 倒數第二段 一切論射四分鐘 他說到 他說運畜界 就是因畜因緣 聖道 其實就是道品宋 五音宋 六路宋 還有雜音宋 他主要是因緣這一部分 緣起四地這一部分 那這四部分 四大類在雜汗中 修多羅是最早的 也就是如來教法的根本所在 他說從雜汗經刊定記去看 因為我們說這個是旅程 旅程透過比對 那知道這四分是在解釋雜汗經的 但是因為雜汗經有意思的部分 然後次第有一點亂 有一點亂 所以這個旅程 旅程依著與且四地論 裡面的次第 那麼去刊定這個雜汗 去比對 用論來比對經 因為早期 就是與且四地論是依著雜汗經的 然後拿這樣來寫的 所以與且四地論的次第 可以稍微知道雜汗經的次第 其實是這樣 而且它還有那個window 就是總頌 那麼所以他說這一部分去比對 經跟論 就是用 用這個雜汗經跟與且四地論去比對 但是導師說不免出書而不夠精確 雖然這個比對那是對的 但是單單用這樣去比對 那麼有一點點比較 就是並不那麼正確 所以他說抗戰期間 聽漢藏教理院 就是應該是在重慶的漢藏教理學院 那麼這個雪松法師說 內學院 內學院我們說就是這個支那內學院 那也就是歐陽晉武辦的 那就是陽仁山底下的 那麼這個在家這一系的 以為事為主的 而且是以與且四地論為主的 他辦了一個支那內學院 所以他說內學院 內學院其實就支那內學院了 有雜汗經論的何刊本 因為他們專門研究與且四地論 走為事這一派 那可惜沒有見到 不知道內容如何 那現在也不曉得有沒有 有沒有特別去找 好 那 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 還有經論對比也還有一些措施 就是那個時候導師也 依據這樣也去對比 用 用於且四地論跟雜汗經去對比 那發現 其實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集成裡面的一些對比 有些也是錯的 他後來發現也還有一些措施 因此他就編印了這一本《雜汗經論匯編》 於是導師就 那麼 乾脆就把它整理完成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希望回復他最初的原狀 但是就完全正確了嗎 我們不知道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也沒有那種能力 然後去看到到底還有沒有錯誤 那但是就是雜汗經匯編 經論匯編就是這麼來的 那可能是已經 即使算是有也很少了啦 應該是這樣 那所以他在講這個經論匯編 到底是怎麼個編法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本書 其實就是他的緣起 那麼序都是在講這一些 這本書怎麼來的 他怎麼編的 用什麼方式編 有點像寫論文 有一個寫作動機 他是用什麼方式來寫 有點像這樣 所以他說 這個 因此我編印了這一部《雜汗經論匯編》 那怎麼編呢 那大概他列了五點 第一個 第一個 先經後論比對河邊 那就是因為雜汗 尤其《雜汗經論》 那就是我們剛才也有看 就是隨便翻了 在那九十一月好了 我們隨便翻 我們隨便翻 不是 導師的是二五六經嗎 原來只是二五六經 好 那你看三十九經 四十經 這兩部經 然後 這個 四十一經 底下就有個什麼 譽�詐 先經後論 先經後論就是 就這三部經完了 因為它是一類的 它一類的 這一類之後 開始後面就有論 尤其《雜汗經論》 你看 它論就是這樣 但是論以前沒有經 這跟大制度論不一樣 大制度論的前面 都有那個經名 比如說 它先列經 後面就列論 大制度論是這樣的 那尤其是这里没有 一些没有列经就直接列论 所以有时候你要比对才知道 那他这里就开始解释 比如说这个无名 然后就开始解释 无痴就是无名了 那他就开始解释什么是 什么是无名 然后这些烦恼是什么 然后四十二经 再翻过来 就有三页四十二经 你看 这一部经底下开始就有一个论 什么是圣经 就在解释这个 那这个就是先经后论 但是尤其是这里里面并没有列 它是这些 他解释的这些论是在解释哪些经的 没有 所以要比对 要比对对照看看 这是哪些经的 那因为他尤其是这里有次第 但杂寒经已经乱掉了 没有次第的 所以你要一个一个比对 一个一个比对 把这些经 那么相关的 然后来看看是不是 他就是在解释这些经的 其实要这样 所以也蛮费功的 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翻回来 三页四十二经的 先经后论比对 和编 第二个 分别 不类 那前面有说过 那么他的次第就是按照原先的三分教 修多罗 企业 既说这个次第 那 造这样的次第来编 那南传的他可能不一定是造这个次第 所以 如果你把它来跟南传的对照 那又不太一样 所以他是 第一个 第一个是先经后论 后面就放 一切是地论 那第二个 就是 这个经本身 经本身 有所谓的九分教 十二分教这种问题 那我们说过 杂阿韩经是三分教 是阿韩才有所谓的九分教跟十二分教 那杂阿韩经主要 也不是只有三分教 但主要是三分教 那三分教什么在最前面 那么导师前面已经有说过了 应该是正经 就是 一中阿韩的那个大空法经来讲 正经就是修多罗 修多罗在前面 那么企业 祭送在后面 然后才是祭说 那么就按这个次地 那原来不是这个次地 那所以 然后把全经分为七宋 那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七大类 那七大类 基本上就是前面 四个是最主要的 五云 五云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缘起四地 那么戒 这一部分 六戒 那么无我 然后叫道品宋 三十七道品 之后 之后就是 这个弟子所说 如来所说 那么这一些 然后八重宋 那么就分这七大类 那有 总共有五十一相应 那像杂音宋里面 就是缘起 杂音宋里面就有四相应 好 那所以总共五十一相应 那么一这个次地 第三 那么有一些 就是稍微导致有改一下字 就是有一些字看起来是错误的 然后是有一些文是多的 眼文就是 这些 这些文可能是后面的人注解或是翻译的时候可能是怎样 一种错误 他多了就把它删去 那么还有一些措置 那么这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 那么多了标点符号 那以前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以前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有时候断句 蛮麻烦的 就是到底要断在哪里才对 现在给他有断句 就比较容易看 而且是用新式的标点符号 第五 那么金钱物入著作的杂寒金布类之枕边 就是这个是序而语 那在这个杂寒金 杂阿寒金绘编 这个叫做经论绘编 前面放入 他怎么编这一部的详细解说 所以叫做杂阿寒金 在这个经论绘编前面放入 导师自己做的 那么杂阿寒金布类之枕边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也好 在这个后面就有了 后面 这个翻过来就是 就是38月杂阿寒金布类之枕边 就开始 杂阿寒金布类之枕边 你看就先讲杂阿寒金的传译 翻译的人 在中国是怎么流传的 那先讲这个 然后再讲杂阿寒金 有三把部分 然后他比对 然后再讲一下 金跟论相应修多罗 42月相应修多罗 相应修多罗跟摩丹里加 然后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然后再讲记的部分 46月企业 这个就是修多罗企业 然后记说 那么48月就讲记说 那么记说有如来所说 弟子所说 这个就是后面这一部分 然后最后再讲一下 这个修多罗 讲杂阿寒跟士阿寒的关系 那这些 杂阿寒跟士阿寒 那么这是怎么样一种 一种关系 最后再讲杂阿寒金的次第 跟布类 就55月这边 然后这个就是导师 导师在讲这个的 最后再讲62月看 杂阿寒金 这个是北传的 跟南传的相应布的不同在哪里 就是北传的杂阿寒 跟南传的相应布 就是南传的杂阿寒 它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算很详细了 那65月就是杂阿寒金汇编 那么全面所有的问题讲到了 然后再讲 这个杂阿寒金汇编 这本书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大概是就这样了 那后面应该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最后的了 好 所以那这个是 把这一部分附在里面 那后面就跟着就是杂 古音诵了 就是经文了 七十月过后就是经文了 好 那再往 翻回来 37月 所以 他说 前面 经前 就是杂阿寒金汇编 因为先经后论 所以这本叫做杂阿寒金汇编 他其实原书是这样 所以他说 这本书前面先放 就是告诉你 他是怎么编这本书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编 然后再讲杂阿寒金的所有的 跟杂阿寒金这本所有的关系 都把它弄清楚 好 所以他说 说明杂阿寒金的部类 与汇编的种种问题 所以他说 读者可先读此文 就是你先 你要读杂阿寒金汇编之前 先把这一部经先读过 那么你对杂阿寒金这一本书 跟导师的这本杂阿寒金会编 会比较清楚 你会比较清楚 所以他建议你先读 那有的人就把这部分跳过去 其实要先读这个 让你知道 他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 我想对于探究佛教的原始法语 就是佛法的根本 根本教典 那发心阅读汉译的杂阿寒金的 会给予多少方便 这导师谦虚 其实就是很大的方便 好 这部书的比对配合部分 那后面就有一点感谢 就感谢谁谁谁 就是说 因为一本书 也是要有一些人帮忙的 他说 辛儒给了很大的帮助 发现了疑问 也就随时提出来 从家审定 那教对方面 信赢一道会论 这个就是导师当时 那么在那边帮忙他的 也非常的精细 那所以本书的错误 应该是能减到最少 也不能讲都没有错误了 但是说可以减到最少 那末了已尽 虔诚的心情 祝愿读者 正见真名 民国七十二年 现在是一百一十年了 那是四十几年前了 好 那 这个是前面的序 现在来看 现在来看杂寒经的整编 就整理编辑 那第一个先来看杂寒经部类之整编 这杂寒经部类的整编 这是第一个大标题 那先来看 这标题 这一部分里面杂寒经的传译 好 我们来看 他说 我国 就是在中国译出的杂寒经 与巴历本 巴历 这个相应部 他们叫做相应部 我们叫做四阿寒 他们叫做四部阿寒 我们是杂阿寒 中阿寒 长阿寒 真一阿寒 他们是相应部 中部 真之部 长部 其实是差不多一样 他说相当 差不多一样 是刘宋 那刘宋 一般前面有个姓 都是指那个朝代的皇帝的名字 那因为宋朝 宋元明清也有一个宋 那所以 这个刘宋是指南北朝的 南北朝的那个宋 南朝有南朝是宋起两城 北朝是北魏北齐北周 那宋起两城 宋是在第一个朝代 他是东晋之后 魏晋南北朝 时代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这个时候 所以叫做刘宋 那如果是宋元明清赵匡应那个宋 有时候就会讲赵宋 是皇帝是姓赵的 有时候没有讲就直接讲宋 那个可能就是赵匡应的赵宋 那说元家年间 那么他的后面都是他的这个国 这个年号 年代的这个名号 那宋 这个时候的皇帝叫做 这个宋文帝 刘义龙 好 那说求纳拔头楼 就是时间在刘宋 这个元家年间 那到底在什么时候呢 他底下会讲 如果是元家年间 到底在哪一年 溢出 等一下再看 他说求纳拔头楼 在阳都奇缘寺 所翻译 阳都寺南京 奇缘寺 那宝云传义 会观比寿 就是时间 是在刘宋元家年间 那因为他没有写在什么时候 不过等一下会稍微讲 到底在什么时候翻译的 有没有确确的年代 那么翻译者是求纳拔头楼 翻译的地方是奇缘寺 那因为奇缘寺是在南京 南京有很多名字 那所以 以前叫做阳都 在南北朝的时候 他叫做阳都 有时候叫金陵 有时候叫健康 就很多名字不一样 那所以 这个阳都奇缘寺 其实就是在南京 翻译的 那翻译不是他翻译 还有传译的 就是不是他一个人 还有宝云跟会观 那么笔寿就是论笔 然后再来写的 写下来的 总共有五十卷 总共数量是五十卷 好 那翻译的主要的三个人 主要的是求纳拔头楼 另外还有一个宝云跟会观 那这是这三个 他说求纳拔头楼是 中天主的婆罗门种 好 那么求纳拔头楼 翻译作功德贤 那求纳拔头楼的翻译 非常 其实求纳拔头楼 对中国影响也蛮大的 特别是他翻译的四卷人拔 那求纳拔头楼除了 人言经之外 不是 不是人言经 除了杂寒经外 他翻译的大多都是 珍藏维新的清点 人拔经 圣漫经 甚至 这个 往生咒 这是 阿弥陀经 后面的往生咒 那么 他也加入进去的 那 达摩的禅法 那一般来讲 达摩是传承 是求纳拔头楼的 就是禅宗的达摩 所以他是以四卷人且印象 那这个四卷人且的翻译者 基本上就是求纳拔头楼 好 那是中印度的婆罗门种 现在在讲到底在哪一年翻的 那时候 元家十二年 元家 因为他在元家年间 那他说元家十二年 元家十二年相当于西元 四百三十五年 就南北朝大概四百多年 那个年代 有海盗 就是基本上陆路跟海路 那么印度人来中国 基本上就是一两种 一种就是海上坐船过来 一种就是走路过来 走路过来又有几条路 从丝绸之路那一边也是一条 那有一些就走另外一条路 那这有几条路过来 那求纳拔头楼是先到斯里兰卡 就是西兰岛 再从西兰到广州 那这个意境也是这样 是先到发险 后来回来也是先到西兰 再从西兰回到广州 基本上都是他有这一条路 他说不久就到阳都 那他到阳都不是他自己去的 现在的南京齐元寺 是宋文帝之道 就是那个时候是宋文帝的时代 宋文帝就是刘毅龙 我们写一下好了 那么我们读书的时候 读到四说心理 刘毅切 他的兄弟 宋文帝派人去请他的 所以宋文帝派人 把他请到南 他本来在广州 那宋文帝知道了 就派人去把他请到南京 所以 他说西兰四四五年以前 就是现在在讲 这部经到底是什么年代来的 那大概在这个时候 但是还没确定 他说西兰四四五年 因为 他 这个 求纳巴托罗来中国 确定是西兰四三五年 元家十二年来 就是他 所以他一定在这之后翻译的 只为他翻译好带过来 但是不是 因为他还有会官笔作 宝云传译 所以他决定是来中国才翻的 那到中国 到中国是元家十二年才到 因为他在奇兰四番的 所以他一定在奇兰四是 是 我们先看 他说一定是四三五年到中国之后 而且是在奇兰四 那他什么时候到奇兰四的呢 后面会讲 就是说西兰四百四十五年以前 就过十年 就是随从桥王到荆州 这个桥王 历史上有非常多的桥王 不过在南北朝这个时代的桥王是刘毅宣 他是刘毅的第六个儿子 那曾经在荆州 荆州在湖北 湖北的荆州 那担任荆州的赤史十年 所以这个随从桥王到荆州 那所以杂阿寒经在阳都的溢出 是在西元四三五到四四五年之间 所以因为四四五年以前 那么他说随从桥王到荆州 所以因为他是四三五年来的 所以一定在四三五到四四五之间 那现在再来看到底在什么时候 那我们先看导师下面写的 历代三宝记跟大唐内典录 历代三宝记是水草写的经录 那么大概从道宣大师之后 开始因为翻译的多了 开始有所谓的经录 那道安大师 就是开始注重 哪一年哪一个人来翻了哪些书 都有记载 那道安大师开始整理这个经录 所以对后来到底哪一些经 因为后来有很多伪经 有很多不明的 那么所以道安大师的经录 那么就是开始 后来慢慢很多都有写经录 哪一些人什么时候来翻了些什么书 哪一些经翻出来 但是不知道谁翻的都有 所以开始有这种经录 那这个都是记载 历代三宝记跟这个大唐内典录 都是记载三宝就是清律论 那么佛法生 那么写的清律论 那内典就是佛教的典籍 那历代三宝记是比较早的 水草 水草非常旁边的 这个佛教典籍的经录 那大唐内典录 一直到就是唐朝 道宣律师编的 那么 所以他说他为什么在编 因为水草只有三十几年了 那道宣律师为什么有一个历代三宝记 他还要再编大唐内典录 因为他说历代三宝记 真伪混淆 就是有一些真的有一些假的 所以不可靠 所以他又编了大唐内典录 但是因为 因为这个历代三宝记是比较早的 所以导师就引用这两本 那来讲 那最早的当然就是道安 道安是东晋时代的 那么有一点有编这个仲经目录 之后就是到西晋主法户 又有编一个仲经目录 之后就是水草唐草都有编 就是那个时候都有翻译很多经典来 就编进去编进去 有点像高深传 那么每一个朝代都有所谓的高深传 编进去加进去加进去 那有些错误的把它改过来 大概是这样 那因为这两本大概算是比较早的 所以就里面有记载 记载这个杂涵 那怎么来的 那他说依据道会的宋奇录 那这个是更早的 这个是南北朝 宋 因为南北朝是宋奇良成 南北朝是宋奇良成 所以宋奇录就是宋跟奇之间的经录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在宋朝编的 所以这个是更早 那道会的宋奇录 南北朝的宋奇录 因为未进南北朝之后 那么才有所谓的这个水草 所以草是在后面的 然后是水草 然后最早的就是 这个所谓南北朝的宋奇录 他说杂阿寒经的范本 是法险所积来的 就是法险带来的 但是这样的说法 那不一定正确了 那先来看 他说到梁 梁申幼 生幼的初三藏祭吉 那么这个初三藏祭吉 是宋奇良成 我们写一下好了 不然这等一下 那么多金入 朝代就不一样 宋 一般我们讲 未进南北朝 未进 南北 那南北朝跟 这个晋又分东晋跟西晋 那南北朝跟这个西晋 那么又有相间 那这个南北朝里面主要分 南朝 宋奇 良成 然后北朝 北魏北齐北中 北朝是北魏 北齐 魏齐周 然后北周 那北周比较少 因为北魏五帝灭佛 北周也灭佛 所以这个 大概佛教都在这边 宋奇良成 那这个宋奇之间 有所谓的 那个叫做什么路 那 我们写这个好了 宋奇路 道会的宋奇路 这个有个金入 叫宋奇路 那梁朝有所谓的 梁朝就是后面出的 深幼的山藏 出山藏祭祭 出山藏祭祭 这个是更早 出山藏祭祭 这个是 这个是现存最早 最完整的经路 那到之后 梁北朝之后 就随唐了 随跟唐 那随朝跟唐朝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历代三宝祭 随朝有历代三宝祭 那唐朝有这个 大唐内典祭 就是不一样 那大概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这些都是经路 因为他有记载 哪一部经 谁翻译的 什么时间带 但是有一些 记载的也不太一样 所以导师就比对 他说 另外 他说 梁朝生幼的出山藏祭祭 这一本是最早 最完整的经路 那么随朝以前 有二十七部 二十七部里面 没有收到这一部 因为杂寒经 是宋朝翻译的 那宋朝翻译的 为什么 宋祁良辰 良朝写的经路 为什么没有写到之前 杂寒经这一部呢 那 他说 生幼的出山藏祭祭 这个是最早 但是没有记录到 会角的高生传 那么高生传 会角也是梁朝的 梁朝 宋祁良辰 那个 也有一本高生传 那这本高生传 也没有提到 因为他有翻译的高生 那也没有提到 说有翻译这一部 所以当 他不是说没有翻译到这一部 他说没有提到 这个是法险带来的 所以当时依据的范本 是法险 还是求纳 拔陀罗带来 是难以论定 那法险是在东晋 东晋 所以他说 这个宋祁良最早的说 这个是法险带来的 但是初三藏祭集 跟高生传都没有说到 这一本到底怎么来的 就杂涵清的范本 到底怎么来的 那 所以他说是难以论定 好 那他到底是在 他没有 他这里没有写 导师只是想 翻译的年代 在西元四三五到四四五之间 好 但是 导师这里没有讲 讲到底在哪一年 不过我们依据 依据这个会观 这里讲的会观 会观有比授 这本杂涵经是会观比授的 那么会观在圣曼经序 会观 就是比授杂涵的这个人 那么他 因为圣曼经也是求纳拔陀罗翻的 他在求纳拔陀罗翻圣曼经 翻完之后 他在前面写了一个序 那这个序里面 有提到 这个圣曼经序里面提到 圣曼经在原家十三年 溢出 因为圣曼经有讲 圣曼经在什么时候翻译的 圣曼经在原家十三年 圣曼经在原家十三年 那这个 这个 圣曼经来到中国是原家十二年 但是他到原家十二年到广州没多久 就被请到南京 所以他可能在原家十二年 或原家十三年就到南京了 那他有讲原家 所以原家十三年就翻译出圣曼经 那这个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跟杂涵经有什么关系 有 因为根据他的记载 杂涵经在圣曼经之前 翻就是翻杂涵经之后 就翻圣曼经 所以因为 就是 求纳巴托罗在翻杂阿 在翻圣曼经之前 翻的就是 翻的就是杂阿汉经 所以照这样来看 那么 因为他很可能是在原家十三年 就是四三六年 比较可能 但也有可能就在原家十二年 因为 因为他是原家十二年 不知道是几月来的 这里还没有cut 如果是早一点 比如说二月三月来 那他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就到南京了 五月六月就翻杂涵了 也很难讲 但是我们保守一来讲 就是他基本上 可能就是在原家十三年翻的 因为原家十三年翻圣曼经 所以杂阿汉经在圣曼经之前 圣曼经不多啊 圣曼经不多 只有一卷而已吧 不知道多少 不多 那么杂阿汉经是五十卷 所以基本上 应该就在原家十三年翻 那导师是 讲在四三五到四四五之间 可是应该不会超过原家十三年 因为 不会超过原家十三年 因为圣曼经在原家十三年翻 那所以 可能就在原家十三年 这个是 我们稍微 所以要不就是在原家十二年 他就翻了 所以我们再把时间缩短 这个杂阿汉经其实在四三五到四三六之间翻出来 不会超过四三六 因为原家十三年是四三六 圣曼经就在四三六翻译 那杂阿汉经在圣曼经之前 所以不会超过四三六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杂阿汉经的现存本 内容 与次第都是有错乱的 这是宋藏本以来就这样了 这个宋就是赵匡印 宋也明清的宋了 因为大藏经大概是有藏 大概是唐朝以后才有所谓的大藏经 那印出来的话 就是有整部比较完整的 大概就是宋朝 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 刻印大藏经 那么这个就是宋藏本 宋朝的大藏经的版本 那么叫做宋藏本以来就是这样的 好 那么如卷 二十三卷二十五两卷 实为阿玉王辟玉的部分异议 那现在已经把它删掉了 我们看 就是你要去大藏经里面才看得到 大藏经里面 不一定是大藏经 大藏经是日本编的 那么很多大藏经 那每一个从宋朝之后 每一个朝代都有大藏经 宋朝有开宝藏 然后一直到清朝乾隆藏 然后十几种 大藏经的版本有十几种 一直到民国都还有 那一直到县价像 佛光山也有佛光大藏经 就非常多 非常多的大藏经 民国还好几套大藏经 那之前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大藏经 那最后一部 基本上就是 像导师看的应该就是乾隆大藏经 那因为都流失了 都善失了 很多都不完整 那宋朝的大藏经也很多都流失了 就剩下的不完整了 好 他说 这个阿一王屁育 其实就是后面的 这不属于大 不属于杂阿寒的 那因为 少了两卷 那我们早上看到 那么道品诵里面的四正前 他写四正段 四正前跟四如一组 这两部分是流失掉的 这不知道去哪里 失忆了 找不到了 那因为少两卷 所以就把 求纳巴陀罗翻的 那么另外两卷就 把它当作是 这个杂阿寒经的塞进去了 所以被雾编在 杂阿寒经里面 那么考证 求纳巴陀罗所翻的 有无忧王经 就是从经路里面 有一卷 粮生幼 看到这个粮 就是南北朝的粮 生幼的时候 已经易失 大抵本经在 粮代以前 已缺少了粮卷 因为经路里面就有记载 就易失了 那么 就是无忧王经 不见了 那其实他被 放到杂阿寒经里面了 那么已经缺少了两卷 次第也已经 倒乱 或者就以 求纳巴陀罗所翻译的 无忧王经 编入充数 那因为里面讲到 这个阿育王 阿育王是佛灭后才有的 怎么可能出现在杂阿寒经 佛陀 大架设编辑的东西里面呢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阿育王的时代是佛灭后才出现的 他怎么可能杂阿寒经都是在佛当时说什么说什么 怎么可能有阿育王的事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一想就知道这是后面放进去的 那因为求纳巴陀罗所翻的这个经录里面 有无忧王经 就是阿育王 那这两本经不见了 可是在杂阿寒经里面 加入了两卷 有阿育王的这个经典 那所以应该就是这两卷放到里面去 编入充数 于是杂阿寒经就保有五十卷 因为他的经录就写着五十卷 可是那里面就只有四十八卷 那少了两卷怎么办 所以很可能就把阿育王经放进去 而无忧王经就被误传为义师 那很可能是这样 好 但是实际上杂阿寒经现存的只有四十八卷 那这是内容的缺失不全 就是五十卷实际上只有四十八卷 这是一个 数量上不对 还有现在讲四地上 阿寒经的集成从来就有色诵 那么大致以识经为一诵 以便识经者的记忆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色诵 色诵 色诵就是附在经后面 那么帮助你记忆这个经的 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有了 来看后面 翻到八十页 我们随便翻随便讲了 后面这个温斗难就是色诵 那你是你看 这八十页最后面有一个副次 温斗难 约温斗难就是色诵 色诵就是把前面的经用 用一个诵 因为他们是用记的嘛 所以要翻遍记 你看他写 这是一个祭诵 那祭诵总共有几部经呢 略教是一本经 那略教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就十五 一个祭诵 一个受诵之前 就是这个是第几经 二十一经 它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这里的色诵有十一部经 所以这个二十一经就是第十经开始 十一经开始 我们来看 这温斗难 一个温斗难就是 碗后面都是有一个寿 那 从哪里 没有个寿 这个设诵后面 基本上就是从 二十一经 这个要再找 二十一经 我们来看从哪里开始 没有 我们来看第七十一页 这个设诵后面 基本上就是从第一经开始 你看这个 总温斗难 跟别温斗难 它有总温斗难 跟别温斗难 那么 那这个一个导师断句的一个一个都是一个经 这个比较不容易读 我看有没有比较容易读的 温斗难里面看起来比较容易读的 这看起来不容易找到 前面十步经 相应部 时间到了 好 我们先下课好了 我来找 要真 看看 你 这时候 这时候 我们被捍住